公司的香薰 但我觉得用你们的更好 让我们的氛围感更足 太会说话了 我今天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我们有一个大会议室和一个小会议室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选择大会议室 因为我们就想像朋友一样 然后就是点着香薰 然后喝着我们的成真 然后深度了解品牌 太棒了 太棒了 我直接选你了 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科夫 这个是七五创神 你好 我叫慧斯 你好 你好 哈喽 Barry 班人 你好 我们想说你们就坐在这一边 听你们安排 好 真的好细致 他就觉得像别人来到自己家里做客一样 给大家倒上水 很辛苦 今天天气很热 好会说话 八月跟他就完全的反差 真凉水的 冰火亮冲天 神差的客户直接来这儿了 我觉得此刻应该把我们的产品拿出来 现在吗 现在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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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全真是 这个包装好好看 这个是桂花香对吗 对 厉害 这个就桂花香 厉害 哦 它很懂 这款是我们品牌打开市场的第一款香气 然后那个 还有一颗 这个也是 麻烦留学人拆一下 没事 我就适合做拆盒 这个老板笑的呀 这个系列是我们的四季系列 这个难猜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 我觉得是东 你真的是香薰女神 真的吗 好厉害 我又猜对了 八月可以 我本来听 看到那个香薰实力大神 香薰女神 香薰活力担当 我还有点担心 但我觉得现在你们鼻子真的很厉害 是不是很厉害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组是量身定制为这个项目的 所以选择我们就是明智之选 感觉很放心交给你们 人家鼻子很厉害 你嘴巴很厉害 你们搭配了个五官 其实大家了解到就是 现在香薰品牌日益增多 那我们是想怎么 就是能脱颖而出 品牌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需要一年去建设 三年去建设 每年去建设 我们要迟迟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 最初步的一个尝试 最初步的一个合作 然后我们再去一步一步的 跟一个品牌共生共长的状态 刘泉确实喜欢打断他 人没有一个倾听意识 可能打断说话是他的习惯 我觉得这个太偏前期了 明天我们是想看到一个 已经是一个方案了 一天要给方案 天呐 压力大了起来 什么 明天想看方案吗 嗯 就是一个初步的方案 大雨才想敲爆烟 白日我知道你现在很焦虑 脸来自于业务压力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 执行周期还蛮长的 他还在具体地这样 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做广告 就是客户如果说 第二天想要的话 我觉得是 尽 还是可能尽量的时序 我觉得肯定会是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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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是吧 面露难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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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面露难色 是因为我觉得 要对你们负责任的 我真 就是我们今天加班 通宵都没有问题 明显给了一个通宵的 帮助 我 我不通宵 当着客户讲 对啊 甲方在 我从不通宵 可是为什么可以做完呢 我早上做事 真正的勇者 敢于直面甲方的灵魂拷问 八月的局帅 让全场目瞪口呆 这份笃定背后 有没有实力之称 恐怕只能明天早起 再见分晓了 甲方在的 是啊 我感觉应该 等客户走了再说 我觉得 我们内部盘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到底 就是 不管是加班还是不加班 我们都会给到你明天 一个比较有方向性的东西 可以讨论的 对 我觉得就是有画面感 我不想看到以前过往的案子 一个 就是需要我们再去进行 创意加工的东西 主要先看你们 比如说初步的一个方案怎么样 那之后 有没有进一步的合作 可以 我觉得明天 我们大的品牌的 已经背景和我们 都还蛮清楚的了 是 我觉得我们明天重点是会沟通 五月份的 就是五周年的这个东西 我们也再消化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好 好的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今天 好谢谢你们 那我来送一下大家 目前来说 其实是沟通过的客户中比较顺利 对 这已经是几个甲方里比较好的一个甲方 哦 真的 但他们那个任务周期还是比较近的 你明天 明天的话我们要不要约个时间再来啊 明天咱俩就上午来吧 可以啊 我是无所谓的 晚上我也可以挽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八月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反正我这边反正既然来了就all in 我也觉得all in 这个时候八月就挺为难了 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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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分一下竞品吗 可以啊 我们跟那个八月说一下 八月 哎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嗯 因为你可能你明天是 你主要明天可能会开始做一些产出了 对不对 嗯 那你如果现在今天有有时间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分一分 我会找一些就比如说调性 嗯 然后slogan manifesto 我会先想先想 哦 好 我不会可以 我不会今天就写出来 但你会先准备 我会先看先想 可以可以 这样的话我明天一给你一些东西 你就马上就能 哪怕是从你现有东西挑一挑一些也可以 哎 你你今天几点走 啊 啊 啊 问得好 你问了我想问的问题 是不是很担心你们是不是 很担心我早点走 不不不 不是担心就是想知道 因为知道知道我们就好了 因为知道知道我们 就是我们好判断怎么去安排 对 你早走你晚走都可以 哦 惠斯真是 一个男人的卑微 一个男人的卑微 七点吧 七点可以啊 现在是几点 六点半 我的天哪 好 不聊了 好的 刚才八月大家流向印象很深 就是他说走就走 他需要回家消化一天的情绪 我感觉他蛮有信心 我感觉很 我也真的希望他有一些 惊喜给到我们 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呈现出了这个迷之自信 但这个自信到底有没有根基 这个我觉得我下一段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他当着甲方的面说 他不熬夜 这个大家赞同吗 我觉得 这个是内部的事情 对 就跟他在内不了 对 我觉得八月这个人呢 就是怎么讲 你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他缺乏团队精神 第一方面他在客户面前提出我个人的生活习惯问题 所以我配合不了 这个是非常破坏团队形象的 第二个呢 你的另外两个同事都提出了要加班 你不行 这时候你应该主动安排 就是他如果能够更主动的安排这件事情 以弥补他不能跟同事配合 那我觉得大家会更体谅他有个人的习惯 没错 要不然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太没有配合精神了 这是不太好的 尤其是他需要让他的合作伙伴心里有个底 就是我今天回去睡觉 但是我会做什么 让你们也也知道我们三个人如何配合 而不是像今天我们一样 我们坐在这里要猜 我们想看看八月后面 究竟有没有他的能力可以匹配他今天晚上不熬夜 对 现在他不能让他的同伴也没底 他一直有点高冷 他冷的这一面有可能伤害到甲方 但我希望接下来他在高的这一面 拿出一点高级感的作品来 好 那我们来看看后面他们到底有没有解决这个危机 回家了 回家了 他真的走了吗 准时走吗 不会吧 他会 你们俩回来了 好巧 好巧 我走了 行啊行啊 我们有想一些想法 到时候可以 我也有想到一些 我们明天早上来聊 可以 可以 拜拜 赶紧吃饭 拜拜 我的妈呀 但是组里有一个人先走这件事 确实对整个士气会有一种莫名的影响 对 那突然另外两个决心熬夜的人突然就觉得 信心会少一点 对 for what 你还好吗 我哪里不好 你太累 我没有 其实我没有累 只是 只是这个品类我有点 使不上劲 这个感觉 没感受 我们放音乐听可以吗 可以啊 我 我真的很需要 放松一下 我今天憋了一天 没有放歌了 音乐不应该公放 算了不打搅你了 有没有能站着的地方 我想找个地方站一会 站着的地方 那里有点矮 我找找 要不找那个猫架子 刘晴她没有意识到 卫斯这个又憋屈 又不知道那个憋屈怎么讲 好 好 我觉得我们俩一起碰撞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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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方法其实已经在 上面我已经写完了 这一脸的标价 但我觉得这个哪台车不能用上这三句话呢 在这个 中 我们 的 狗 她 从 中 优优独播